以德大成就后 有一次本尊告诉他 说你生生世世的师父 在某个地方 名字叫狄洛巴尊者 狄洛巴尊者知道了之后 马上就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就前往东印度 印度的东方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他就到处打听 结果就有人回答他了 他说这里啊 大修行狄洛巴我没有听说过 但是有一个乞丐 他叫狄洛巴 他一直以做乞丐为生的 这个时候 狄洛巴尊者就想 我问来为去都没有 只有这位乞丐叫 我引他引他去 因为很多的成就者 他显现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不一定是我们能够知道的 所以说他就问了 请问那位乞丐 狄洛巴在哪里 别人就更说 你看你看那地方 冒着烟的 那个大墙后面 生着火冒着烟的 那个地方 他就那个乞丐就住在那里 结果他 他心里面 总是有一丝希望了 赶到那边之后 就看到这个 这个狄洛巴尊者干什么 坐在地上 有一个桶 水桶 木桶 木桶里面啊 装了很多鱼 有的鱼已经死掉了 有的还活着 然后他生了一堆火 就把那个里面的死的鱼 或者活的鱼拿过来 在火上烤 烤烤 烤就冒了香味出来了 就吃 吃一条鱼嘛 就弹一指 就这样的自己啊 就这样自己 就这样 做着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这个时候 纳洛巴尊者看到了 他就非常恭敬的 就跪下来 向迪洛巴尊者合掌 说啊 说师父啊 我很远的地方来 我来拜你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 这个迪洛巴尊者 就看到他就 左看看右看看 都说 哎 你别搞错 你别搞错 我可是一个要犯的 你想拜 师中拜到我这里来了 但是啊 纳洛巴尊者啊 一直都不屑的 这样子的恳求 然后迪洛巴尊者 才勉强的把他收下来了 才把他收下来 迪洛巴尊者 并非是因饥饿 为得到食物而杀鱼 而是因为那些鱼 是不知取舍之处的恶业众生 他具有超度他们的能力 为使他们与他接上缘 而享用鱼肉 之后将其神识引到清净刹土 而是